再来看一下 那今天的话呢 主要延伸这个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第四次 今天第五次 时间其实过得还蛮快的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话呢 首先的话 就是把那个有关表单部分 延续上个礼拜的部分 所以上个礼拜 假设你对那个表单设计部分 不是很纯熟的话 可能还是要把这个表单部分 再把它做出来 基本上的话 我们大概就是把 主要是把这个表单给设计出来 如果有疑问的话 其实可以参考上个礼拜的影片 或者是说 那个上个礼拜的这个 在这个云端白板的部分 那首先接下来我们 我先把那个画面 先分享 OK 加入 好 四位同学 好 那 再来的话呢 首先的话 我把画面先 先先这个切过来 OK 然后 再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上个礼拜的 大概几个比较重要的部分 第一个就是启动表单 当然第一个就是把表单给 绘制出来 那绘制流程 我们大概几个重点 不外乎就是记得按右键 在VPA的这个专案总管上方 任何一个地方按右键插入一个自定表单 会产生一个表单 那第二步的话呢 就是分别 把那个右边的这个区块的部分 把它分别做出 基本上我的习惯是由外而内 OK 然后呢 由左到右 那外的话 大概基本上加上这一个 然后再加上 这个是大A小 大A 这个是大A 小A小B 那这个就是一个命令 按钮 OK 基本上就是从 我们的工具 这边有个工具箱 OK 分别就是把这些功能 加上去 那当然呢 这个工具箱上面 可以用到的 除了这三个之外 其他还可以用 只是说其他部分的话 可能在斟酌使用 包含就是说 你可以再增加下拉清单 比较常见的 等等的 OK 那再来的话 就是把它启动起来 启动之后的话呢 让它输入了 启动的方法 我们上礼拜讲过两个 一个是 按下按钮之后 让它启动 一个是 当我打开Excel的档案的时候 它就帮我把它启动起来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假如说我今天 不是开启状态 直接开Excel 它自动就帮我把这个表单给叫出来 OK 大概基本上我们是 讲到这部分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 再来看有关 这个后面的部分 那今天的话就是 先把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的东西 基本上已经可以输入了 只是说它 会有几个问题 输入之后的话呢 当然我们 会有四个步骤 比如说输入AAA这个人 Enter 然后成绩 第2个成绩 第3个成绩 然后呢 它输入完之后的话 理论上应该是 输入到这边之后 自动带出后面3个 OK 但是 里面已经OK了 但是呢 它这个地方我们还没有防呆 所谓的防呆 基本上就是说 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 当然我们 之所以需要做表单 最主要原因是 最常遇到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要 把Excel 这边底下 的工作表 当成是输入的一个 资料表 那假如说使用者没有按照你规定乱填写资料 会造成日后你要整理资料的一个麻烦 明明需要成绩的 就会给你输入一个不是成绩 或者甚至 连输入资料都没有的话 那这个地方当然会造成日后 你要统计资料的麻烦 所以理论上的话呢 我们 我大概整理出几个比较重要的 这个防呆的部分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那个 云端白板的第六页 包含就是说 如果表单里面 假如说没有输入任何资料 未输入资料的话 那当然理论上你也不能让他按确定 如果你按新增 如果你这边按新增 就把这四个空白资料 填进去 那当然一定会发现错误 第一个 如果防止他没填资料 就按下新增 所以这里的话呢 有点像是 我们应该要把它挡下来 挡下来的话 基本上就有点像 就是设定一些逻辑判断 判断什么 当 什么条件 当他这里面 假如 没有输入任何资料 那我要怎么判断 如果没有输入任何资料的话 判断当然会有几个问题 那就是我们 必须要针对 4个 个别的 那当然另外的话 还有说 我上个礼拜有特别强调 如果你要从这里面取得 资料的话 记得 每一个 这个元件 这个叫元件 每个元件 都会有个名字 比如说这个叫testbox1 那这是 一之类推 这个应该是2 里面的资料的话 就点test 那我可以从这里面取得资料之后 再做判断 OK 所以程式该如何写 这第1个防呆 第2个防呆的话 第2个防呆的话 那就是 我们 底下输入资料的部分的话 这3个一定要是输入数字 可以想得到 因为 成绩的话基本上一定 用数字 将来才能够统计 比如说加总 平均 最高分 最低分 或者是中位数 等等的 一定要是数字 你不能填一个非数字的资料 可是要怎么样让他 填资料的时候 不能够填非数字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那第3个防呆的话 基本上 我想到就是 那成绩一定要是0分到100分之间 所以 我想到的 大概基本上最少会有3个需要做防呆 的部分 那只是说 我们要怎么去做 这个防呆 也就是防止 他没有做以上这3件事的时候 让他不能够 直接就把 资料给填到Excel里面去 主要原因是避免错误 所以 第1件事的话 当然 我们一样切到Visual Basic 第2个的话 应该把程式写在哪里呢 特别注意 应该要写在 上个礼拜讲过 新增这里 我们点两下 程式就写在这里 上个礼拜是 1234 那特别注意 这个新增 这4件事情是当我们刚刚那3个防呆 都没有发生的时候 他才能够做 底下的事情 所以 如果你要把那个 防呆 撰写的话 记得 1 写在哪里呢 写在新增的地方 2的话 记得 请你务必写在 这4个动作的上面 也就是说 我们应该是写在 第2行的位置 我按两下好了 也就是说 从这边做防呆 那防呆1的话 我刚刚有讲 防呆1 是 或者我直接拿这个当注假 Ctrl C 然后呢 我第1个防呆是希望的 所以加个单1号 这个叫 表单当中 第1个防呆 要怎么判断说 当他里面 没有输入资料 的时候呢 我不要让他 直接输入 那接下来的话就要讲 如何做法 其实关键的地方 就是逻辑判断 逻辑判断 我们前面有讲过了 逻辑判断的部分的话 第1个一定要是加一个if 如果 如果什么 假如 这个里面 我们一个个来判断 这个里面的资料 如果为空的话 所以我们基本上 主要是要防止 他里面没有输入资料 那最简单的方法 我们有个简单的 就是如果 哪一个呢 TestBox1 所以那个叫TestBox1 这可能名字要记下 点Test 点Test就里面的文字 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等于 最简单的方法 等于这样子 这个就等于 里面假如是 没有输入资料的话 then 然后enter两下 打一个endif 一般习惯是这样的 所以以后 你要设一个逻辑 就是if 中间加一个条件 然后后面加一个then 然后enter两下 然后endif 做什么呢 如果他里面是空的 那就跟他讲 我们是想到比较符合逻辑的叙述法 就是跟他讲说 你这里面一定要填资料 然后再来干脆跟他讲说 你 一定要填 姓名 如果没有填的话呢 就不能让你继续往下 记得 所以我的习惯是这样 就是 如果他里面是空的 没填资料的话 那我就给他一个讯息 一般习惯是加一个meshbox 讯息方块 请务必输入 比如说 请务必输入姓名 OK 以下的话就是 就是像这样 给他一个 讯息提示 OK 那再来的话呢 当然 假设你如果这样 这样的话 他甚至还会继续跑 所以呢 我们理论上是 会 再把游标停在哪里呢 停在testbox 1上面 那怎么把他停在test 上面 跟这边有 其实是这一行 testbox 1.setfocus 也就是说 我们 把游标停在上面 OK 然后让他说 你一定要在那边填 但是特别注意 程式的 执行的话 他一定会继续往下走 所以呢 如果你假设没有在这边 多写一个叙述的话 那他就会继续往下走 走到 end sub 为止 可是如果你将来 希望 城市跑到 这一行 就 跳到哪里呢 就跳到这个 最后面的话 特别重要 直接从这边 直接跳到end sub 的话 那这边可能要记一个叙述 就是叫什么 叫 s sub 这个叙述还蛮重要的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今天希望 你城市到这边 就 不能往下走的话 那你就要加一个 s sub OK 这是第1个 基本上的话呢 我们来试一下 执行 如果空的 按一个新增 他因为他有侦测到这里面是空的 所以他会跳一个 请务必输入姓名 按确定的话 游标呢 就会停在这里 但是呢 他没有继续把资料填进去 而是 因为执行 也是sub 所以 就结束掉 OK 那这样的话呢 同样的道理 我们 有1之外 2也要判断 3也要判断 4也要判断 所以 最简单的方法 你就把这个 复制一下 然后把它贴 贴的话呢 基本上就改什么 Testbox2 那这边改成什么 这应该是答案考核 情书误书 然后这边改成2 OK 然后呢 再来一样 3 再来4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达到 达到就是 防呆的机制 OK 不过同学会问说 老师那 这个地方为什么要1234个这么麻烦 可不可以个别 写一个就好了 其实我之前有试过啦 如果说你要写一个 就是你可以在这边 假设你不要写后面的话 你可以这样 或者是 偶尔 这边加一个 空一个偶尔 偶尔什么呢 Testbox2 假如是空的 Testbox2假如是空的 那只是说 这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 SetFocus 那应该要停在哪 因为我不确定说是1还是2 里面是没填的 OK 所以 当然我们刚开始啦 这以后可以试试看看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如果 比较确定 停在哪一个 也OK的话 那你可以一直偶尔 第2个 偶尔第3个 那就写一个 逻辑判断就OK了 可是这里的话 我目前要符合我要的逻辑的话 那可能 就要写4个 OK 所以请各位可以先试试看 第1个部分 那这边的话我有 把我刚刚写的 基本上大概就是4段 所以 假设你 动作快一点的话 你可以把这4个把它做出来 试试看 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